大家好,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的早晨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like我们的视频,刘核然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香煲浪气》三个YouTube Channel,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说一些开心的事情 就着港区国安法实施差不多接近一年,没有很多天 较早前,保安局局长十万福德电击,李家超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亦都大谈他对港区国安法这一年在香港处理和运作 这一年在香港处理和运作,未来的展望我们要如何防范 例如他所说的,会不会是一种圆性的滲透呢? 例如从文化,从电影等等的地方滲透了下去 一些有机会触犯到港区国安法的事情呢? 那我们都要分开,要小心 因为他是保共局局长,所以他考虑那一点就会从安全的问题出发 那好了,另一位在港区国安法,立法前后,甚至到现在 都有很重要的角色在里面,就是律政司司长 这一年,我想就着黑暴方面的案件,判刑也好,或者排期审讯 为什么审讯这么久,又说积传了多少 避受洞房日报追击,甚至建制派的朋友 对他的苛责也相当严重 因为提到需要什么司法改革,又什么委员会 某程度上,对于他的压力是有的 不过他都比较少理这一方面的事情 都是集中火力,处理律政司应该要做的工作 不是没有回应,是简单一点 他最近也接受了这个媒体访问,说一下自己对于 港区国安法实施了接近一年,有什么心声呢? 爆出了一句相当过瘾的说话 待会我们就慢慢说了,好吗? 他说到了,制定这个港区国安法的过程里面 律政司提供的意见都是得到接纳的 可以体现到一国两制能够成功磨合 这个听起来都很开心 其实较早前,或者在立法之前 我们也不太多听到律政司有什么参与 他再说了,两个不同的法制 在用词方面会有不同的 如何在国安法这个全国性的法律底下 表述一些概念呢? 让香港的法庭和市民理解呢? 其实想起来都是有点难度的 就像台湾那样,有时候有些字眼 我来到我都不太明白写什么呢? 我都要思考一下才行的 或者都要问别人究竟是为什么啊? 我才知道的 法律其实都是深的 有些字眼是要专业人士解释就会好些的 有时甚至乎是整句都不明白 不是用字那么简单,写法已经是怎样啊? 所以,港区国安法真的一点都不简单 是啊 郑弥华也再说 所以,只有在一国两制底下 香港才有机会写好国安法 也指,在普通法下 法官的判案是按照证据和法律的 即使国安法指定的法官都不影响他们的独立判案 接着就来到重点了 他说批评有些人基于政治原因 看到法庭判决的结果 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结果 就会不断抹黑了 其实这一年 我想起来也有相当多这些情况出现 很多 无论那个结果是不合他们的心意 就一定就说他 或者是皇官 又或者这个是狗官 是啊,这些不应该 不应该这样批评的 法律是有一个客观标准在 因为要讲证据 证据 和很多证据的口供 或者很多其他因素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又要再提一次 我们做法庭《汪新闻》的原因就是 想大家看到判刑结果之后 当中控辨双方究竟说过什么 当然不是全部都说出来 我们只不过是截录 证据和精华法庭里面 一些重要的讯息给大家知道 为什么裁判官也好 法官也好 基于什么 去给这个决定出来 还有怎么去扭 怎么去帮自己辩护 怎么去求情 想大家从中里面 听得多 了解得多 起码都知道 判刑的准则究竟是怎样 还有那个模式究竟是怎样 再者 我们也有说过很多不同的案件 就是我们看到 好 律政司可能对于判刑的结果 好像过轻 律政司方面是会提出这个覆核 甚至乎一次不可以 可以去到两次 是的 就算过轻 也是可以跟随 既有程序去覆核 已经过去很多案件 也因为判刑过轻 而遭到公众反弹 但现有的机制已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即出现过轻 那就是覆核 覆核之后就修正 那就搞定了 其实就不存在什么 什么黄官 南官这些 带有政治偏见 或者政治意识去判判的 照计就是不会有的 对吧 他们都是一个专业人士 你看到那个法官也是 有既定的模式去处理问题 就算判案过轻 也是可以解释到原因 所以就是因为 为免将来 再有更多冲突 才过去法院 搞了一场工作坊 是的 透过这些工作坊 也给了裁判官一个清晰的指引 这一件事将来 大家判案的准则更加统一 其实本身法院 就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上诉庭很多时候 覆核了案件 都会说回 原审在哪里有原则性的出错 往后大家要做好去 或者要跟着这些指引去做 刚才台阳所说 他们的工作坊 我怕大家不明白 在一个比较轻轻轻的环境下 和大家有一个工作坊 也当时 据一些报道说出来 拿到两个案件 是一些比较年轻的黑暴 他们所犯了的案件 拿出来说 原来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变成判刑过轻了 我们要明白 为何我们要这样判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上诉庭 有颁布一些判词 当然 原审要看 甚至乎其他裁判官 也都要去留意 让自己知道 判刑的原则究竟是怎么样 其实慢慢会去纽正 慢慢会有改善 我们看到也做得相当之好 继续再说回这个访问 另一个重点 听到就是大快人心 他又批评了 有些人就用流亡者来自居 他就说 对于流亡这个字 差点他要用手挠在耳朵 他说这个字眼相当不正确 他说这帮人 你们可以回来香港 带他们选择回来 他说一旦他们回来 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帮人是逃避法律责任 而离开香港 并不是流亡 这帮人 这帮人 他说这种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 是罗夫的行为 哇 这句真是听到我笑得很痛迷 我们要看那个角色怎么说 我们看一看 他一说起这些罗夫 我们马上想起 许智峰 罗冠聪 张昆阳 其他黑暴的一件事 但是 他们直接说自己是什么 国际线的流亡者 又不承认自己是通缉犯 罗冠聪 我不知道各位女的网友怎么看 或者男的网友都可以说 女性去骂一个男人是罗夫 那是个杀伤 哇 凌色难受 有个女人指着你 你这个是罗夫 你正罗夫 这个打击 对于男人来说 很大伤害 很大 不过有些人就说 你是罗夫不要紧 有个罗夫套餐 是要帮到你的 是吗 是啊 是什么套餐 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喂大哥 九点钟才开档 现在八点九 差几个字 要什么 要什么 我是罗夫 看得出 昨晚你就好来的 傻佬 20元 许智峰拿了20元出来 是啊 用之前薄薄的茶浸 千万不要贪心 上次有点马路急空近来 浸住浸了整晚 搞错了老板 拜托换钱给我 大哥 老板 你手碰过有指纹 怎么换钱给你 哈哈哈 换两个啤酒 可以吗 可以 还可以 保百元 哇 还要保百元 不是 拿着 不要看 再忙收到你两元 走 你这个坏样子 作死了额头书 失戀样子 哈哈 罗夫都可以失戀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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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了 許智峰 哈哈 哈哈 失戀啊 唉 是 试过啦 幾个不限 第一次 哈哈 那就伤点 唉 现在不适宜喝啤酒的啦 我觉得你呢 最好就是换一套老脸的衣服 衝起一下 听手对的音乐 同时吃个好早餐 人的心情都会开朗很多的啦 我帮你啦 是 是 我感觉好似舔你 是 哇 敢说话也有的 你觉得舔我野猪 是不是开始忘记失戀的痛苦了 好像是 你试试再舔大学点 够胆你大声跟着他唱出来 我担保你和烟烧云山 唱啦 我帮你和烟烧云山 唱啦 我帮你去 放吉他 yeah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放吉他 yeah baby yeah 你试试看起来 厉害 放吉他 放吉他 对啦 放吉他啦 放吉他 哇 不過他们很难忘记 因为他们怎么都要死捏着香港的东西 才能表现他们的存在价值 没错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节目说过 说他们这班人是懦夫 但是那个感染力 可能我们是老了 始终都没有在女性的口中说出来 那个威力这么大 所以各位男朋友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千万不能让女性说我们是懦夫 但是也不要过分拯强 做出一些不应该的事 也好 这个要小心小心 是啊 都越来越多这些什么流亡 还是怎么样 很多都是叫着草 我们昨天还有一节 都提到的 就是有五个黑暴 坐橡皮艇 就拿着个iPhone 夹上定位 紫蓝针 拿茶茶茶什么都有 什么薯片 罐头粟米 坐大飞 转转去到美国 很明显 美国给这五个懦夫去到 他们当然以为自己很厉害 拿着旗 然后在美国拍照 这些是罐夫 对 你连头套也不敢拔出来 就是了 你是不是罐夫 没有说错 你这些人 就是罐夫 你已经去到美国了 很有趣 他们有勇气 买一艘橡皮艇 撐到台湾 然后去到美国 但是没有勇气 面对自己应该要面对的责任 你说是不是罐夫 罐夫中的罐夫 连头套也不敢拔出来 你去到外国了 怕什么拔 是啊 我怕影响我家人 断六趁 罐夫 是吧 是 像罐冠聪那些 罐冠聪这些罐夫 最近也有些东西讲一下 当然 又是讲一下《苹果日报》 还是怎样 最近他又摆出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批评国安法 要求访华视察新疆人 人权状况 接着又写了四个字 国际战线 这些东西是联合国 他们自己做出来 或者自己颁布出来的东西 或者他们自己 未来想做的东西 是不关你事的 你只不过 变成了转载一个新闻 不要说到 好像杀有介事 好像是你的功劳 我常常说国安法 我就是国安法的被迫害者 还是怎样 我常常扮这些 其实你只是罐夫 人渣 也是 还有说 现在《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被谋X之后 他们失去一份报纸之余 其实不是一份报纸 那么简单 是远超一份报纸的价值 然后我们选择 失去自由 失去面对真相 拒绝方言的自由 还是怎么样 你自己 那时候对于《苹果日报》 有时候都是切之以鼻的 不要假扮事 乞丐 是 只是乞丐 做神不成 当时是想做王之锋 那不做你 那时候你们 其实这些人 某程度上 都不太看肥佬黎台戏 一直假扮乞丐 乞丐 那些懦夫之余 还要是乞丐 然后郑若华也在访问再说一下 国安法生效了一年 香港的暴乱情况 都可以说消失了 市民都能够回复正常生活 可以安心地发表不同的意见 这个很重要 较早前 很多人甚至乎 连在公众的地方 说说这些王友的事 都可能不敢 我想现在可能会好一点 心理压力没那么大 因为你可能怕有私了 会不会被人拍照 然后又放上网 当时他们黑暴最鼎盛的时候 甚至乎有些茶餐厅老板 可能在餐厅里面 看着电视看见黑暴的东西 说两句 都已经会被那些王友 到处拍照 拍照 那些茶餐厅老板 看着电视 不断骂我们是暴徒 报了暴徒 然后报证 然后就叫大家 要怎样对付老板 也好 其实当时整个社会很可怕 再说 重新恢复理性 安全 和包容的社会 你说是否理性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你说安全 那就安全了很多 包容 这个也是 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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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没错 因为就是泰国不包容 很多东西又要突然间出来搞 什么联署 又要拉网纸 被罵 我们这个就不想见到太多 是的 即使举个例子 好像肥佬黎那样 他再去法庭接受法律的审讯 你再在法院门外 拉网纸出来 要怎样 情治这个 汉奸 要重刑 还是怎样的 我觉得很奇怪 法院 不会因为这个网纸 而去 将他的刑责 再判重些 或者 参考 民间的意见 来将他的刑罚 再判重些 不会这样的 所以 我反而看到这些刑网纸 看到这些人在那里 在那里 我看到是觉得 不是那么舒服的 再说下去 他就说 国安法有这个震撑 乱港势力 不少反对派的头目 弃谱潜逃 罗虎这班 你真是太看得起这班 罗虎了 这班 不是头目 反对派头目 都还未不如 这些 梁仲恒都叫头目 这是什么 这些人 蛇头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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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头目 是头目的 是蛇头鼠目 是不是 弃谱潜逃 弃谱潜逃 最出名的就是 许智峰 他未到头目的级 差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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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是什么 没错 继续再说 重新 在香港法律制度下 被告被起诉之后 是由法院决定 他能不能够 叫做保释 普通的案件 法院是需要考虑到 他罪行的严重性 潜逃的风险 和国安法底下 法院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被告不会继续危害国家安全 才可以叫做保释 两大重要人物 即是许智峰也都令到 保释的制度改变了 因为就是他 原来可以这样拿回 证件 这样走了 现在呢 法院方面 已经把那个 拿旅游证件的限制 可以说收得很紧再紧 紧得很紧 例如当时被许智峰 瞒骗到的糊涂智慧 他也是因为 旅游证件 这件事 就是BNO 拿出来 笑死了 笑死了 没错 另一个 司长也说到 就是终审法院 已经就着黎智英保释案 扳了这个判词 相信法院 也对于有关的条文 已经是更加清晰 他也希望可以防止 而再有人潜逃 现在沙胆红 就是张建雄 为什么 你要进了区压所呢 那你也问一下你老板 真是多谢你老板 哈哈哈哈 不单止再数回前些 泛民47有 都是因为黎智英案的保释问题 而奠定了 或者帮你定下了一个规范 一个非常之好的人版 一个例子 令到他们要 因为怕他们的风险在哪里 风险低的 就能够出去 风险高的 例如像谭文豪那些 就算说他有 惠州有楼啊 什么想做茶餐厅 放弃些什么 都不行 原来也有些资料 显示到 当时候的谭文豪 就算他没有再做立法会议员呢 也都曾经被 美国领事馆邀请去谈一下 谈谈而已 就是这个位置 被法院觉得 咦你和外国的联系呢 跟你是不是立法会议员呢 那个关系不是那么大 那相当好笑了 这个黎智英保释案 真的相当精彩啊 所以有时候 我们对于某一些的案件 某一些的审讯 我们特别紧张 有些网友都问过,这些这么紧张,这么坦剔的就是这些 因为那个判词对往后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当然,在沙胆红张剑红的眼光来看 当然是希望他老板当时保释到 他保释到的话,等于他现在都可以一起保释 甚至乎他老板黎智英,现在是在《苹果日报》里面的 可能有一些决定是可以由他自己来做 会不会更加好呢?或者军心方面会不会更加稳呢? 这个不得而知,很难有这个《苹果日报》 只不过,就算他现在在监狱里面 其实都能够可以给予一些清晰的指示 或者对于他这些来说,一些犯罪分子,黎智英这些 很明显,应该都想定自己的什么后事 就是入了监狱之后,究竟要怎样安排,还是怎样的 一定的 那时也有人提过,Steve Jobs离开人世之前 甚至乎到了充病入院之前 已经安排好,去到不知iPhone第几代的 可能往后大概两年或三年的发展 不过有人当时就说不听他说 他就不喜欢手机这么大步 市场是喜欢的 没办法啦,后来改了 也可以找了一点点 有人给了那个Samsung Galaxy Note 2 很大步 他也拿过上手说,这么大步? 还是电话来的吗? 砰,这样扔破他 所以很好笑 那时候一出那个叫做 他走了的时候 就是iPhone4,S出的 然后买来就纪念他 有这样的说法 S代表Steve 你们自己说而已 S代表Stupid 对不起 我不是用iPhone的 哈哈哈哈 我用华为手机的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说笑而已 不是有心无法用 小白红 不要紧 不要紧 要公平说一下 我们两者的手机 我们都尊重的 可以看一看 再拆开一点点 小白红乱主 大部分的片子 好像差不多全部 都是用华为手机拍的 不是,有时候用小米的 有时候用小米 太热就用小米 是吗 厉害 是呀 因为我华为手机会过热的 哈哈哈哈 真的很搞笑 是 因为开了4K 可能有机会 这个我们手机 有机会再说 回来整件事先 司长在最后提到 香港的国安法之后 不少的国家 都对香港实施制裁 他就形容了 这些真的叫做 单边长臂的动作 不符合这个国际法 真正的制裁 是要联合国通过的 才可以成为合法的制裁 他也说 美国很多制裁 都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都是为了干预中国的内政 说得非常之好 他自己都是受害者 事实上 他们就不会说 说太多 自己在那里 哎呀呀 福天抢地呀 为什么呀 天呀 不会 反而好像许智峰 这些罗夫 只是你的户口 你的credit卡凍结 已经呱呱吵 就说自己买不到东西 又这样那样 那样那样 这些罗夫 还不关特区政府的事 还要屈在特区政府上 就像现在 苹果一样 其实是 苹果一报 不好意思 我应该说清楚 刚才在说苹果一报 是呀 笑死 不过不要紧了 这些人 是罗夫 说什么都好 都是罗夫 改变不出来的事实 是啊 那他们帮不帮着 这个罗夫套餐呢 那就一件事了 我们这次暂时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点留言 一起聊聊聊好不好 拜拜 拜拜 拜拜